河南的一对夫妇在养了半年之后 才意识到他们养的这只动物 不仅仅是一头普通的猪 它简直就是他们的宝贝 这头神奇的猪一经走红 吸引了许多商人前来 打算以十万元的天价购买 但老农却坚决不卖 那么这头神猪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老农为何不顾高价 传说中的神猪与普通猪有着天壤之别 那就是它天生只有两条腿 后半身就像被截肢一样光秃秃的 这头神猪的主人名叫王大海 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养猪大王 在政策的扶持下 王大海的养猪场 从最初的几头猪发展到如今的成百上千头 他习惯了卖猪的生意 对于猪没有太多感情 然而2010年的一个月份 养殖场里的一头母猪交配后 成功怀上猪仔 一只小猪的诞生 彻底改变了王大海的想法 一头母猪怀孕成功后 按照王大海的经验 王大海早早就算好日子 母猪即将临产 他一大早就守在猪圈 寸步不离地盯着 等着第一窝小猪在出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老母猪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在猪圈里来回走 气氛非常紧张 却没有任何分娩的迹象 这让王大海焦急不已 他整天从早到晚守在猪圈旁 等待着小猪的到来 终于在一个深夜 母猪开始分娩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一只两只三只小猪迅速降生 在王大海期待的眼神中 五只小猪咕咕地出生了 王大海高兴地 给母猪喂食 奖励他的辛劳 刚刚出生的五只小猪 按照当时市场的行情 如果精心抚养 长大后出售 将会带来可欢的收入 正当王大海兴奋地 与家人分享这个好消息时 母猪再次开始分娩 他痛苦地呻吟着 没过多久 第六只小猪出生了 王大海瞬间警醒 他走上前查看 但眼前的景象 让他吃惊地和不拢嘴 他的眼睛没有出错 这只最小的小猪 只有两条前腿 没有后腿 王大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 他小心地接近小猪仔 一摸上手 会不会是胎胃不正 出来的时候被折断了双脚 可他发现小猪的后半身 竟然没有任何伤口 皮肤光滑无比 也就是说 这只小猪天生就没有后腿 它是一只残疾动物 王大海眉头紧皱 陷入了困惑之中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他的妻子听到叫声赶了过来 一看到这只残疾小猪 他也被吓得不轻 当意识到小猪有可能染病 并传染给其他猪时 他急忙将它抱到一旁 因为一天的努力 可能会白费 村里人一向迷信 养了这么多年猪 怎么到我这里 突然出了这么一个怪胎 越想越不对劲 问题出现在哪了 河南猪圈出现残疾小猪 净价值高达数十万 老母猪刚刚产下一窝小猪仔 其中一只没有后脚的小猪 显得格外显眼 王大海的妻子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辗转反侧的无法入睡 他气愤的起身来到猪圈 打算将这只怪胎扔掉 然而 当他走近时 惊讶的发现 丈夫早已为小猪垫上了 干草和棉被 看到丈夫如此心疼 他不禁动了心思 决定暂时保留这只残疾小猪 没人曾想到 几个月后 这只怪猪竟然会给所有人 带来巨大的惊喜 刚出生不久 夫妇俩就察觉到了问题 作为整个小猪群中 最小也最弱的一只 他的身体发育不如其他五只 呼吸微弱而断续 夫妇俩意识到 这只小猪可能无法长久存活 但既然留下了 就决定尽力养活它 然而 这引发了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 母猪刚生产完 会表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 会自主的喂奶 然而 对于这只残疾小猪来说 丰富奶水的母猪却排斥它 不愿自主喂养 也许这是动物天性中的 优胜劣汰机制 加上这只残疾小猪刚刚出生 就被隔离起来 母猪对它的嫌弃更加明显 这只小猪陷入了困境 它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母乳 只能面临挨饿而死的命运 面对这种无奈的情况 王大海赶紧购买奶瓶 并亲自喂小猪挤奶 用奶瓶喂养它 王大海的努力没有白费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 这只残疾小猪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 王大海满怀喜悦地 看着眼前活泼而顽皮的小猪仔 然而随着小猪一天天长大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由于没有后脚 这只小猪无法像其他同类 一样自由自在的行动 只能用前肢艰难地 拖着沉重的身体前进 但这样的行动 对柔软的肚皮造成了巨大的磨损 很快就出现了破皮 感染甚至流血的情况 面对这一挑战 王大海决定帮助小猪锻炼腿部力量 每天抽空扶着他的后半身进行训练 王大海是当地文明的养猪大户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小猪竟然学会了倒立行走 一听到主人的呼唤 他立刻熟练地抬起后半身向前冲 时不时还能迈上几步 通过日复一日的锻炼 仅有的两条前腿变得肌肉发达 异常粗壮 除了不能使用后脚外 他的身体健康 与同胞猪仔并无太大差别 为了不被其他同类欺负 小猪一直住在单间 这让他学会了一种 独特的倒立行走方式 这个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 成为十里八乡的稀罕市 王大海的励志故事 引来了记者的关注 他们纷纷前来采访 道场的工作人员 都被眼前这一幕所震撼 目瞪口呆 河南夫妇饲养残疾小猪 靠倒立行走成为网红猪 有人出价十万都不卖 猪圈中刚刚迎来了 一窝可爱的小猪仔 老母猪却毫不留情地 拒绝给其中的一只喂奶 难道因为少了双脚 这只小猪就遭受 亲生母亲的排挤吗 然而主人并没有对他嫌弃 相反 他们耐心地抚养着他 让他健康成长 令人惊叹的是 这只残疾小猪 竟然学会了倒立行走 每当主人王大海喊一声吃饭时 小猪会立刻响应 熟练地抬起身体 飞快地奔向主人 残疾小猪坚强地追求生存 坚持不懈的视频 引发了许多人的感慨 河南的这个夫妇饲养的残疾猪 一经报道 立刻在网络上走红 众人纷纷赞叹 这只小猪成为了一个 受人瞩目的存在 然而 当这只小猪走红之后 王大海的脸色却突然变了 他充满忧虑地看着眼前活蹦乱跳的猪坚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本嫌有人问津的小院子 变得热闹起来 大家纷纷惊讶地观看着 小猪坚强倒立行走的视频 王大海夫妇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曾经认为 无法养活的残疾猪 在短短几个月内 竟然成为了村民们心中的英雄 随着猪坚强的名气越来越大 王大海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不少商家亲自打电话订购猪肉 起初 王大海夫妇感到十分开心 然而一个严重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夫妇二人整夜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猪不断增长的体重和体型 直线飙升越来越胖 但对于这只残疾小猪来说 这却是个噩梦 他的两只前腿难以支撑 异常庞大的身体 更别说倒立行走了 有时甚至需要坐下来休息片刻 而与他一同出生的其他小猪 都逐渐被卖出 只有这只残疾的猪 坚强留在了家里 王大海夫妇原本忧心忡忡 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却让他们的态度立即转变 有一天 当他们外出归来时 他们在院子里发现一个陌生人 正鬼鬼祟祟的盯着那只残疾小猪 此时正好家里没有人 王大海心中意想 既然来了就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他壮着胆子举起棍子 向陌生人走去 然而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那人一见到王大海就露出了笑容 称他为老哥 在一番寒暄之后 王大海以为他只是来看看热闹的人 于是毫不犹豫地向他展示了猪坚强 然而 那个陌生人在看到小猪倒立行走的瞬间变得异常激动 他甚至开口提出 以十万元的高价购买一只小猪 这个天价让王大海反复确认了几遍 然后赶紧叫来妻子分享这个好消息 然而 王大海注视着眼前这个才大气粗的陌生人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即使这只猪变得有名 也只是一头猪而已 凭什么能值这么多钱呢 众人开始表达内心的疑虑 这才得知 这位突然上门的人 是一家马戏团的团长 原来 他愿意花高价购买这只猪 是为了带回马戏团训练 并让这只残疾小猪在舞台上表演绝技 听到这话 王大海立刻打消了卖掉小猪的念头 这只猪天生残疾 能够存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 几个月来 他们悉心照料着它 他们与这只猪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 对河南夫妇养出残疾猪 你有什么看法 留言转发 下期再见